第289集 当李并的第二纵队进入战区的时候,杰克等人都留意到远离战区正缓慢赶来的李家第三纵队 刘兵问道,怎么样,等不等齐人以后才下手 维斯思考了一下,摇了摇头 敌人后面那一队摆明了不想加入战斗,不然怎么会用普通速度前进呢 杰克出声说道,6789四大队去追杀落后的那个敌军,其他大队把进入战区的两股敌人消灭干净 当这道命令传达到第九大队第十小队第十号舰的时候,已经无聊的快睡着的唐龙立刻像打了兴奋剂一样,猛的跳起来喊道 追击敌军 站在指挥塔,通过屏幕观看战况的李立军等人,还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 战舰就引擎全开,朝李家家老这一票慢慢吞吞的敌军冲了过去 唐龙这艘战舰是这么多战舰中第一个执行命令的人 在那些预备军官反应过来的时候,唐龙这艘战舰已经冲到第一位了 有这样的差别并不奇怪,谁叫唐龙这艘战舰的人员都是全军最优秀的 那些战舰虽然都是机器人驾驶,可是指挥官的反应却不可能比唐龙快 看到战况优势近卧,不想干扰刘斌他们而回到房间的莎里,从监视器中发现唐龙的战舰冲到了第一位 不由得大惊失色的启动通讯器喊道 6789大队立刻追上第九大队的那艘战舰,不可以让他孤军突进 听到莎里焦急的声音,杰克等人都愣了一下 以为莎里不希望自己这两千多预备军官出现任何意外 心中感动之余,准备把这个命令传达下去 但是他们猛的发现6789大队已经全速追赶那艘战舰了 他们反应倒不慢 维斯话还没有说完,那四个大队的伙伴就一个两个的传来驾驶员不听命令擅自加速前进的消息 这让三个临时总指挥都愣住了 不过他们还是把莎里的那个命令发布出去后,才仔细思索这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各舰的驾驶员怎么突然擅自加速呢 难道上将不放心他们,他还有另外一套指挥系统 刘斌突然一的一声,指着屏幕显示出来的战舰编号说道 那艘战舰上的伙伴并没有和我们见面 维斯问道 你确定? 刘斌点点头说道 见过面的我都做了记录 说到这儿,刘斌怕伙伴误会自己怎么会漏了一艘战舰 就进一步解释道 我是按照上将给的名单来记录的 名单上并没有这艘战舰的编号存在 所以我才漏了这一艘 杰克和维斯互相看了一眼 维斯意味深长的说道 听上将的口气 非常担心那艘战舰上的人呢 这话让三个人都两眼放光 能够让上将担忧紧张的人 整个大唐国没有几个 而能够跑到战场上来 又那么兴奋第一个冲出去 而且还让那些士兵能够不听从临时舰长命令的人 答案只能会是那个人 杰克说道 好,让二三一四五大队加快速度 消灭这两批敌人 以便我们尽快去追击第三批敌人 另外两个人立刻开始仔细检查自己的工作 他们可不想给那个人留下坏印象 正得意非凡和友军抢着攻击敌人的李家战舰 突然发现敌军炮火异常猛烈起来 激光树的密度比刚才强了不是一点点 而是四面八方几乎像是一盆水兜头兜脸的 到了下来完全没有任何可以躲避的地方 所有的人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防护罩的能量度数 急剧下降 当能量度降为零的时候 除了感觉到一阵炙热外 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带着舰队慢慢前进的李家家老 先是看到数百艘白金战舰朝自己扑过来 接着就是看到第一第二纵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些都吓得他立刻跳起来 焦急的喊道 快空间跳跃 他这话才刚说完 副官就小心的提醒道 主公我们战舰阵型太密集了 根本无法跳跃 如果强行跳跃的话 我们会被空间撕碎的 副官知道主公是被吓坏了 不然不可能犯下这种最基本的常识性的错误 李家家老脸色变了变 不过他顾不得掩饰自己的慌张了 立刻挥舞着双手喊道 那还等什么 快掉头 快撤 他的那些部下也不是笨蛋 战况的转变早就看在眼中了 没有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是因为接到李家家老那个空间跳跃的错误命令 让他们愣住了而已 现在主公下达了正确的命令 让他们立刻清醒过来 并用非同寻常的速度去完成这一道命令 冲在最前头的唐龙 一看对方战舰的动作 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 不由得大喊道 加快速度 敌人要跑了 不过由于李家家老的第三纵队离战场实在是太远了 就算唐龙怎么加快速度 也不可能在对方逃走前追上去 唐龙把手一挥 命令道 所有炮火 瞄准敌方射击 不要让他们这么轻易逃跑了 本来唐龙这道命令只有他所在的这艘战舰执行 不过不知道是那些机器人又一次擅自行动 还是那些预备军官心中有和唐龙一样的想法 反正就是唐龙的战舰一开炮 后面的几百艘战舰也跟着开炮 虽然这次炮击只击沉李家几艘倒霉的战舰 但是早就决定逃跑的李家战舰居然因这次炮击而留下了两百艘战舰进行反抗 其他的战舰则一溜压的跑了 身处最前端的唐龙立刻遭到了猛灭炮火的打击 虽然战舰疲厚 但是那激烈的震动和那扑面而来的激光束 以及在剑身周围爆炸的飞弹 都让刘思浩等人脸色苍白神色惊恐的看着这一切 此刻的他们完全没有了不久前看烟花般的那种舒适的心情 因为谁也不知道遭受这么猛烈打击的这艘战舰 什么时候会解体 浑然不知道危险的人除了那些战舰上的基层人员外 还有一个越是危险就越兴奋的家伙 只见唐龙一边用手抓住指挥官椅 以便稳住自己被震动的摇摆不定的身躯 以便两眼放光大喊道 全速突进 导弹激光骑射 从太空看去 一艘迎着银色暴雨急速前进的战舰 突然之间像刺猬似的全身上下 喷射出无数的激光束和各种飞弹 这激光束和飞弹不但把银色暴雨给遮挡的消耗了一大半 而且还冲进了暴雨制造者的那一端 唐龙孤军奋战时 这种反击还看不出什么效果 但是当后面追来的几个大队加入这种反击后 效果就是几何级的出现了 组成一面墙一样来堵截的李家战舰 被密集炮火的攻击在墙上炸了一个大洞 一看这个大洞 唐龙立刻喊道 穿刺不要在意周围的敌舰 后面的部队会收拾他们的 我们要全力追击敌人 唐龙的话被很好地执行了 四个大队以唐龙为尖刀 从那个大洞蜂拥穿过 继续追击已经逃逸的李家家劳所部 至于那些李家残存的部队 已经解决完第一第二送队的五个大唐大队 会来照顾他们的 从战舰不再晃动中 意识到脱离危险的刘思浩等人 要么擦把冷汗 虚口气 要么把紧闭的眼睛睁开 让僵硬的全身松弛下来 他们都从对方身上看到了刚才的担惊受怕 没想到真实的战斗居然是这么吓人的 刘思浩看到唐龙神采奕奕的在那里发号施令 看到那些士兵神色淡然的各司其职 想想刚才自己这一伙人的样子 不由露出一丝苦笑 看来没经历过真正战斗的人 根本就无法和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人相比 这样的自己有能耐超越唐龙吗 发现自己和唐龙之间的差别后 刘思浩对自己的野心产生了疑虑 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陈怡靠过来 悄声说道 长官好厉害 居然能够面不改色的迎着猛烈炮火冲进敌军 真是太威风了 刘思浩扭头一看 发现陈怡此刻正两眼放光的盯着唐龙的身影 从那眼中可以看出陈怡的痴迷 刘思浩心头一震 咬了咬牙 他知道自己无论怎么样 都一定要超越唐龙 不然自己就别想被身边的人 用这种目光看着 拼命逃走的李家家老 发现身后紧紧的咬着数百艘大唐战舰 不由惊恐的喊道 快 加快速度 绝对不能够让他们追上来 李家家老怎么也想不明白 自己明明比对方多几百艘的兵力 怎么会败的这么凄惨呢 原本还想一穴前耻 却没想到 反过来被人追得像条丧家犬一样的逃窜 这叫自己回去后 怎么在众臣面前抬起头来呀 而且这次国内的兵力都被自己带走了 现在国内等于不设防状态 要是被敌人冲进国内 整个国家不用一会儿功夫 就会沦陷的 现在自己该怎么办 三百艘战舰绝对打不过大唐部队的 突然间李家家老灵光一闪 他兴奋的喊道 快改变坐标 前进目标是 说着掏出一张磁卡 示意不向把磁卡的资料输入旗舰电脑 很多时候为了避免战舰被敌人俘虏 从而让敌人从俘虏的舰载电脑中 获得几方的秘密资料 因此除了旗舰外的其他舰载电脑 一般只有比较普通的战场资料和第一步的战斗计划 而下一步计划的内容则是只有旗舰电脑才记录有的 执行命令的人听到这话 为之一愣 刚才不是说要尽快逃回首都的吗 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 不过他们立刻想到 现在要去的地方有什么存在 不由的也跟着兴奋起来 立刻改变坐标朝那个方向扑去 指挥战舰朝唐龙追去的沙里 奇怪的说道 怎么突然改变路线了 难道他们不回去他们的首都 他在军队消灭了李家第一第二纵队后 就收回了指挥权 看到自己主公跑到最前面去了 他可没有什么心情继续训练预备军官的能力 所以在留下两个大队打扫战场后 就带着三个大队快速跟进了 杰克出声说道 下官认为敌军可能移动到 可以阻挡我军突破的地域了 他们三个人虽然被收回了指挥权 但却被许可参与讨论军事 所以他们现在都变成临时参谋了 沙里说道 可以阻挡我军突破的区域 刘斌查一下李家星域 计算一下他们前去那个方位 有没有特别危险的地方 刘斌查阅电脑后说道 展官 李家星域是处非常平静的星域 并没有什么危险的地方 他们前去的方位 由于情报不足 只知道那里有李家的一个叫做魏武的星球外 其他的则不清楚了 沙里皱眉问道 魏武星 有没有这颗星球的图像 刘斌先从电脑里调出了一幅星系图像后 才按照电脑里显示的资料说道 由于我国与李家没有什么贸易关系 所以并没有李家星球的详细资料 这颗星球还是用远程摄像机拍摄下来的 嗯 看得出来 沙里顶顶顶头 这幅图像实在太模糊了 一看就知道是远程拍摄的 看着这个星球 沙里突然疑的一声 怎么这颗星球没有大气层 听到沙里的话 刘斌等人也仔细观察这幅图像 看了一会儿 他们也看出星球的表面根本没有什么大气层存在 图像上那一层模糊的东西像是星球的残像 沙里说道 有没有动态影像 我出来看看 是 刘斌敲动一下电脑后 原本静止的星球开始缓慢的自转起来 看了一会儿 沙里叹口气 站起来说道 真不知道我们情报员怎么搞的 难道他们偷拍的时候 没有发现这颗星球的气候和温度都没有变化吗 这哪里是颗普通星球 这魏武星是李家的星球要塞 星球要塞 刘斌等人都惊讶的叫起来 维斯难难道 不可能吧 李家才有几个星球啊 居然可以把一个星球改造成星球要塞 把一个星球改建成要塞 并不是什么难事 而且李家盘踞那个星域数百年了 有一两个要塞 并不是什么大事 沙里说到这里 下达了命令 把这个消息通知前面的追击部队 如果敌方抢先进入要塞 让他们停在要塞攻击范围外 严禁冒险攻击 刘斌他们当然知道 战舰攻击要塞需要冒多大的风险 没有专门的要塞攻击剑 普通战舰根本不可能攻下一个防御度超厚 火力超猛的要塞的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89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290集 什么 敌方前进的方向有一座星球要塞 唐龙听到这个消息 不由的瞪大了眼睛 难怪他会这么吃惊 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说过 无乱星系哪个势力 拥有星球要塞这样的东西 刘思浩等人听到星球要塞 也都露出严峻的表情 一般来说 几乎没有人去硬攻要塞 除非这要塞挡住了前进的道路 不然都是把要塞团团围住 等把要塞所属的星球全部占领后 才来劝降的 之所以会这样做 是因为要塞的攻击和防守太厉害了 一支兵力上万艘的整边舰队 只要待在要塞的射程范围内 被要塞主炮扫上一扫 这支舰队就会完蛋大吉了 就算拥有要塞攻击舰 没有大量的兵力吸引要塞火力 也是只能白做牺牲的事啊 依照唐龙现在的兵力 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牺牲 看来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敌人 躲进要塞了 有了这个认识的刘思浩 悄悄的看着唐龙 他希望能看到唐龙失落无奈的样子 不过他失望了 因为唐龙两眼放光 大喊道 统领全军 我唐龙在此 命令全军全力追赶敌军 只要在敌军进入要塞范围前 把他们消灭干净 就是我们的胜利 这道命令传播出去的时候 那些预备军官 这才惊讶的发现 自己的最高统帅 居然就在这个战场上 而且还和自己 并肩作战在最前方 于是欢呼声 立刻从所有战舰内响起 他们虽然没有了指挥权 但依然准备 好好表现自己的能力 以便给最高统帅 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些机器人 可能也感受到他们这份心情 不用他们提议 机器人舰长就下令 执行唐龙的命令 全速追杀 沙利舰上的刘斌三人 听到唐龙自爆身份 互相看了一下对方 眼里都流露出 果然如此的神情 沙利听到唐龙的话 知道这些战舰的指挥权 在唐龙表明身份后 就会自动回到唐龙手中 沙利感觉 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于是向刘斌三人说道 这艘战舰的指挥权 交给你们 听从主公的命令形式 说完就离开这个指挥塔 他要去调兵潜将才行了 要知道 占领李家的六个星球 特别是其中还有一个 是要塞星的 单靠这些战舰是不行的 是 刘斌三人兴奋的向沙利敬礼 没想到自己这么快 就可以重新指挥战舰 虽然这次只能指挥一艘战舰 但这可是直接接受 最高统帅的指挥呀 而且说不定 其他战舰的伙伴 还没有获得自己这样的机会呢 还在担任临时参谋呢 他们都暗自下定决心 要好好地表现一下自己 让最高统帅明白 自己是非常优秀的指挥官 李家士兵被告知 前方不远处 有着一个脊方超级安全的要塞 只要进入了要塞的设计范围 自己就不会像狗一样被人追着打了 而且还百分之百 能依靠要塞的力量 给后面那帮紧追不舍的混蛋 一个好看 于是他们全都把引擎开到极限 根本不去思考 引擎是否能够承受 那些只有指挥能力的预备军官们 知道这个时候 没有自己能帮忙的事 所以只能在指挥塔观看追击的场面 看到现在敌方连反击的欲望都没有 完全被自己追着打 于是他们就一边破口大骂 这帮敌人是无胆的匪类 一边和其他战舰的伙伴交谈 每当落后的一艘敌舰被摧毁 他们就兴奋的叫喊起来 并在战舰上跳来跳去的拍掌庆祝 不管他们的能力多么优秀 毕竟都还只是十多岁的小鬼 控制心神的能力还很嫩啊 于是在这片心域中 上演了一幕紧张的追逐战 前面的三百艘战舰死命的跑 后面四五百艘战舰死命的追 一方只能把防护罩集中在后方 以其能挡住后面扑射而来的炮火 一方则根本不用担心防护的问题 一边拼命的追 一边拼命的射击 李家家老现在根本没有工夫 去在意自己的部队 会被这样干掉多少 他的念头只有一个 只要躲到要塞里面 自己就安全了 不但是他有这个念头 他的部下 他的士兵 也就是所有李家舰队的人 都有这个念头 不知道经过了多久 李家家老的雷达兵突然欢呼道 看到了 前面就是魏武星 说着不等李家家老的同意 就擅自把魏武星的图像放大 呈现在主屏幕上 并且还把这影像传到所有几方战舰上面 听到雷达兵的声音 大家都把目光望向屏幕 一颗如普通星球一样的星球 正映现在眼前 看到这颗自己的救命稻草 所有的李家士兵都兴奋起来 整艘战舰发出忽鸣的声音 速度居然不可思议的加快了 而其中最为兴奋的就是李家 待在最后面 时刻遭受炮火袭击的战舰成员 他们泪流满面的又哭又叫 自己终于不用被人追杀了 唐龙焦急的向那个雷达兵问道 前方要塞主炮射程计算出来没有 他在知道对方要进入要塞的时候 就命令部下计算那要塞主炮的射程 因为要是进入要塞主炮射程后 自己还不知道的话 那简直就是送死 雷达兵语气有点急切的说道 报告主公 由于数据不足 无法计算敌方要塞主炮射程范围 数据不足 唐龙吃惊了 这些战舰里面的数据库 可是唐星老姐输入进去的 这里面都找不到 说明李家这个要塞星的数据 应该没有几个人知道 不然不可能逃过老姐 那恐怖的收集能力的 随着离那个星球越来越近 唐龙心情越来越焦虑了 现在自己不知道 对方要塞炮的射击范围 追起来都是胆颤心惊的 无奈的唐龙 只有命令各舰 开始拦截李家战舰的通讯 看他们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时候传递要塞星的资料 只能祈求对方会白吃到 没有把要塞星的资料 输入所有的战舰电脑 如果所有战舰电脑 都存有要塞星资料的话 恐怕自己这些人要立刻停止追击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不知道李家的人是不是喜极而悲 还是什么之类的 反正好几艘战舰 因为驾驶员也加入看到要塞星 而兴奋的又叫又蹦的行列中 让战舰速度缓慢下来 从而被大唐炮火摧毁的事发生了 这几艘战舰的爆炸让李家士兵猛然醒悟过来 自己还没有进入要塞的射程保护范围呢 一想到这里 查看资料准备确认范围的驾驶员立刻吓得脚软了 因为自己战舰上根本没有要塞的资料 根本不知道要塞射程保护范围在哪里 搞得他们疯了一样的像旗舰发电索要要塞资料 因为来要塞星的计划是临时决定的 要塞星的资料只有李家家老有 要塞星的资料也是李家家老改变方位的时候才输入旗舰的 至于其他战舰为什么没有 谁叫旗舰的通讯员太过紧张忘了传递呢 而其他战舰这个时候才想起要资料 也是因为被追得太紧忘记了 旗舰的通讯员得到其他战舰的要求时被吓了一跳 怕这些人闹起来暴露出自己独职的罪行 慌忙用明码把要塞星主炮的有效射程资料给发布了出去 在他看来那些伙伴只要知道哪里是安全区就行了 省得给他们发的资料太多 还因为浪费时间查找而使安全区出事 这道明码的信息传递连续发布了三次 不要说唐龙的白晶战舰就是一艘破烂的民用飞船都能拦截这道信息的 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焦虑的唐龙和那些李家官兵们都露出了笑脸 很快屏幕上显示出李家战舰就要进入要塞星的主炮有效射程了 唐龙立刻大急的喊道 他们还没有进入要塞的射程保护范围 给我干掉他们 随着唐龙的命令下达 所有的战舰不但连续射击激光束 还骑射了一次飞弹 飞弹的速度虽然没有激光束快 但却比战舰的速度快 而且只要飞弹没被击毁或者能量没有用完 都会一直追着发射前就制定好的目标不放的 还在最前头的李家家老旗舰上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 紧张地看着屏幕上显示要塞射程保护范围的红线 当自己这艘飞船进入红线区域后 全都沸腾起来 拼命地欢呼叫喊 不过唯一一个没有高兴的是李家家老 不但脸色难看地站起来 而且还气急交加地大声吼道 高兴什么 我们还没有真正安全 给我赶快使劲要塞内部 为李家家老这句话做证明的 是后面好几艘爆炸的李家战舰 在李家家老的旗舰进入要塞射程保护范围后 其他战舰也进入了要塞射程保护范围 这些战舰的舰长可不像李家家老那样担忧 而是和部下一起欢呼起来 就在这个时候 刚才唐龙战舰射出的那些跟踪飞弹 趁此机会狠狠地扑向目标 于是排在后面的战舰立刻被炸毁了好几艘 这个爆炸伴随李家家老的话 传遍整个李家舰队 立刻让李家舰队像惊弓之鸟似的 飞快地扑向魏武星这个鸟巢 可恶 唐龙狠狠地用拳头拍了一下手掌 虽然他狂妄地不知道天高地厚 但也不会白吃到让部下冲进要塞的射程警戒范围 于是他恼怒地命令道 全军停下 尽情射击 既然无法阻拦李家残余部队进入要塞 那还不如乱射一通 这样可能还有希望干掉几艘敌舰解解气呢 于是数百艘大唐战舰环聚在要塞的有效射程外 对着那些拼命奔向要塞的李家战舰开火了 无数的激光束和飞弹像花洒一样的喷射出来 当然漂亮是漂亮 效果却不甚理想 这一轮射击居然没有干掉任何一艘敌舰得唐龙直骂娘 离要塞越来越近 李家家老副官的疑虑就越来越大 因为要塞对这里的战况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依然静悄悄的待在那里 忍不住的他不由向雷达员发话 询问要塞怎么回事 怎么不掩护我们要塞的驻守舰队呢 通讯兵迟疑了一下后 看了看闭着眼睛不吭声的李家家老 然后小声的在副官耳边说道 大人要塞的驻守舰队就在我们当中 现在要塞连启动雷射炮的人员都不足啊 副官冷汗立刻流了下来 他声音有点颤抖的敲声说道 这个消息不要传出去 通讯兵点点头 他也不是笨蛋 如果这个消息让守在要塞警戒线上的敌人知道 自己这些人就绝对完蛋了 副官回到李家家老身边 偷偷的瞥了李家家老一眼 心里暗自叹息 自己是主公的副官 也就是最为心腹的人了 居然不知道主公把要塞里的驻守舰队和炮火人员都抽掉进这次出征的序列中 哎 怎么自己主公会这样干呢 难道这个要塞在他的领地中就可以随便抽掉要塞兵 难道这个要塞地处李家内部地区就不用留下防守部队的吗 希望敌人不会意识到现在这个魏武要塞没有足够的防卫人员吧 想着这些的副官不由想起那要塞的历史 魏武要塞原来是李家起家的星球 当时无乱星系几乎是一个星球就是一个势力 有些甚至是一个星球上有好几个势力 那时刚起家没多久的李家根本没有可能去攻击别人 于是都把重心放在防御方面 开始了改造这颗星球的工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李家慢慢的崛起了 而李家崛起的最大保障就是他的首都完全不会被攻陷 有鉴于此 魏武星的改造力度更是大大加强 可是当魏武星被改造成一颗星球要塞后 获得六个星球的李家猛然发现 无乱星系各势力的范围已经被确定下来了 而且无法继续扩张的他们都把注意力转向发展经济 李家当然也无法避免这个趋势 可是在这个发展经济的时刻 被包了一层武装金属壳的魏武星 不再适合做首都 更不适合发展经济 于是开始了迁都 而迁都以后的战争又因为都是境外决战 根本用不到魏武星的防御能力 可以说魏武星的价值已经完全丧失了 于是这颗已经没有战略战术价值 更没有经济价值的星球几乎被人遗忘了 整个魏武星除了储存了一定的能源弹药外 只有两百艘驻守战舰和数万名维护魏武星日常运转 年龄四五十岁以上不再适合登舰作战的老兵 至此 这颗伴随着李家崛起而被改造成要塞星的魏武星 成了老兵的养老之地 各位听友 长篇小说《小兵传奇》第290集播讲完毕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